为了在防疫期间帮助埔里在地花农产业 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补助经费 在埔里镇农会的执行之下 日前在花卉物流中心办理花线埔里之美 切花盆花展的活动 希望在疫情期间国内外花市萎缩的情况之下 能够让花农找到出路帮助产业行销 我想防疫期间已经过了半年 导致我们花农所有的经济都受到损失了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花卉展 能来带动一些盆花切花的一些市场 能赶快把他们用心栽培的美丽的花朵 能销到全台湾甚至于全世界去 南投县农业处的陈处长今天也到场来鼓励大家 副县长也来这边鼓励大家 为了地方的农产的运销 大家都一起来尽一点心力 因为疫情的影响造成普里花卉市场非常大的冲击 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 能够带动地方花卉市场的活络 帮助普里镇的花农们能够度过这场危机 因为这段时间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的花卉没法滑销出去 都滞留在我们岛内 当然农业书带来农友社群 希望这些活会在我们每个据点 会来做一个最美的展现 让我们忧郁太久了 我们所有的民众现在疫情渐渐的稳定了 可以到户外来走走 来看我们享受业会 现场花卉的布置是由在地业者 利用当地的花卉加上巧思 也让到现场参与的民众感到非常的惊艳 也希望借由花卉的展出 将谱里一些特色花卉 让游客都能够看见 进而能够吸引买气 让花农能够受惠 那这一次呢非常感谢 我们农委会的农粮署 特别呢提取我们的花农 那举办了这么多场 有关于这个推广花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埔里有很多的喷花以及切花 都是由埔里行销到我们的国外 以及我们的花卉 全国各地的花卉市场 希望说在这当下 疫情的当下 也能够以我们自己的方式 把这些花卉美美的布置起来 重现花都的这个荣情 副议长排泉肯定农粮署 照顾地方产业的用心 也邀请民众 有时间也能够来到 埔里镇花卉物流中心赏花 若是喜爱花卉 也可以恰询工作人员购买 记者陈伟一 埔里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